好,那请各位稍微看到前面这边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控制单元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只有四个指令的处理器 叫CPU0MC 然后呢 来讲解整个控制单元的运作逻辑 那什么叫做控制单元的运作逻辑呢? 控制单元要做的事情就是指令 你要把它从记忆体里面抓出来 因为在逢扭曼架构底下 所有的程式都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那你一定会觉得 难道程式可以不放在记忆体那放哪里? 在以前他们真的不放记忆体 在以前的时候他们一开始 他们的程式是直接插真空管 所以那个当然是没办法放记忆体 到后来呢 有了那种就是 就是记忆体电路之后 他们其实设计还摸索了一阵子 才慢慢摸索出说 我们什么样子干脆把程式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指令都是放在记忆体里面的 所以从记忆体里面怎么把指令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呢 怎么样解码 解码之后怎么样执行 那这边请各位记得 你上过我的系统程式课 那些东西如果你忘记了 回去把课本再拿出来看 最少第二章要看完 ok 如果你那边忘记了 这边会有问题 好 那你知道指令怎么提取解码和执行之后呢 CPU0 MC的整个模组 我们设计 就直接设计出来 然后呢 测试 然后直接结论 那后面我们会做一个补充 事实上这种模式呢 太直接了 那这种直接模式 不见得是坏事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往往传统的CPU 会用多工器去处理 那这部分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好 所以只有四个指令的处理器怎么做 我们不采用一步到位 所以我们只先支援四个指令就好 这种超小型为处理器 其实也不算很小 因为我们的处理器其实还是32位元 我们不希望 因为资源的指令少 就把它变成很短 因为事实上指令长度越短的 处理器越难设计 那指令长度越长的 其实反而越好设计 好 那接下来我们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 然后完全不考虑成本 也不考虑实用性 直接设计一个记忆体内建的 内建的四个指令的处理器 四个指令的处理器 我们叫CPU0 mini 那所以呢 记忆体又内建 那就是CPU0 mini cache 就是CPU0 mini with cache memory 有快取记忆体 直接放在CPU0里面就对了 那也就是说把所有的程式 都放在快取记忆体里面 那这是一个非常耗成本的东西 没有人 应该不是说没有人 只有那种SoC才会这样做 SoC就是系统单晶片 才有可能这样做 否则的话 你怎么会把快取记忆体 直接放在CPU0里面 那这样会成本会很高 那其实我们这个不只是快取记忆体 因为快取记忆体 本来就是会放在CPU0里面 放在CPU里面 可是我们说的是 整个记忆体全部放在CPU里面 这就很傻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CPU0的指令 好像印象中好像有36个 还几个 我记得不是 数量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挑几个指令 拿来做什么 拿来做一个电 一个程式 可以至少可以做出 1加2加3加4 一直加上去 所以比如说1加到10的话 它就显示 显示55 OK 那这个 我们挑几个指令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挑了四个指令 不过事实上 我们只用到三个 因为另外一个 在这个程式里面不需要 所以就没用到 不过我们还是只做了四个指令 那这个四个指令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挑的指令有LD 还有印象吗 LD是什么指令 载入 从记忆体里面载入到 暂存器 这个系统则字里面就有 我们第二章也有讲 第二个是ST 就储存 把暂存器储存到记忆体里面 OK 接下来第三个指令是AD AD就是加法 就把暂存器的RB和RC做相加 加完之后放到RA里面 所以如果写成像是一元的式子就是这样 那外面有括号的代表记忆体 外面没括号的就是直接它的值 那最后还是需要一个跳要指令 你才可以做到回圈的动作 那我们的跳要指令就直接选JMB JMB就直接跳了 就是反正我们就一直做 一直加上去 无穷违圈就一直加上去就对 那所以我们就用JMP 那JMP它的语义就是把程式基础器 加上一个位移 加上一个位移 位移常数 所以这些指令它都有对应的指令 那LD是00 ST是01 ADD是13 JMP是26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写程式了 那这个程式各位应该在系统程式都学过了 那怎么变 如果你真的忘记了 再把系统程式拿出来 在场有没有没修过系统程式的 有耶 是转系的同学吗 还是转学的同学 是外系 不是我们系上的 OK好了解 那我们第二章也有写 第二章里面有写一下 稍微告诉各位一下 在这里 但是可能系统程式那本书 还是写的比较深入 比较清楚 但第二章有这个指令表 然后呢 有讲解说 整个处理器的架构 那这个在系统程式里面都有 包含 怎么样子写一个 这种处理器的组合员 OK 然后怎么样子执行 怎么样用我们的虚拟机来执行 那都有写 那如果你看不懂 请尽可能的问 那我尽可能的回答 那如果真的还是没办法的话 那系统程式第二章拿出来看一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那四个指令 来写一个小程式 那这个小程式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是位置栏 那以CPU0而言的话呢 它每一个指令 都是占四个byte 所以位置栏从0000就跳到0004 再来就跳到0008 再来就跳到000C C就是12了 0010就是16 所以每次都跳四个 很简单 可是不一定 在资料上面 如果有byte的时候 不一定会跳四个 如果有byte的话 可能看有几个byte就跳几个 那如果word有好几个资料 那它也会跳对应的数量 就是有三个word 那直接会跳12 4、3、12 所以接下来呢 你看到这样一个指令 LDR1、K1 那它对照的C元 大概就是把K1 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抓出来丢给R1 OK LDR2、K0 就把K2 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K2 不是 K0 把K0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抓出来丢给R2 那LDR3 那LDR3上 就是把上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上在20的地方 抓出来丢给R3 那ADDR2、R2、R1 就是把R1跟R2相加 然后呢放到R2里面 就是R1 R2就是R2加R1 那ADDR3、R3、R2 就是把R2跟R3相加 放到R3里面 CMB loop就是跳到这里 跳到这个loop的地方 再继续执行ADDR2、R2、R1 一直执行 那后面呢就没有了 而且我们这个程式呢 基本上它不会停 它不会停 也就是说在这边就无穷违圈了 然后它就一直加到天长地久 OK 所以这个程式 基本上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程式 它会一直加到天长地久 所以它会R3的值就是上 所以其实它会从0开始 然后变1 变1加2 变1加2加3 那所以它的值呢 你会看到它从0跳1 再跳3 再跳6 再加10 125 121 28 36 45 55 55就是1 加到10的结果 OK 就这样一路跳上去 那透过CPU0MC 这一颗处理器 我们希望告诉各位的 控制单元怎么设计 还有基本的指令的解码 怎么做 那这里我们就 一个CPU的指令呢 它必须要经过三个阶段才可以执行 执行完毕 那第一个阶段叫提取 就是我先把指令抓出来 从哪里抓到哪里 从记忆体抓到指令暂存器 那CPU0 里面的指令暂存器叫IR 所以我要把它从记忆体抓到指令暂存器 记忆体的什么位置呢 记忆体的PC 程式计数器这个位置 把它抓出来 放到指令暂存器 接下来呢 把程式计数器加4 因为指令已经提取完之后 就先加4了 这样子就跑到下一个指令去 下次提取的时候 才会提取到下一个指令 好 那第二个阶段呢 是解码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提取 接下来看到解码 解码呢 我们就把IR 就是指令暂存器 整个分解 分解成什么 分解成OP 运算代码 就是运算代码是什么 就是这边的00啊 01啊 13啊 26这种叫运算代码 那你可以看到 我一个指令暂存器就是像这样 那我提取完运算代码 就是把这个00抓出来 我把这个13抓出来 我把26抓出来 这个就是运算代码 提取运算代码 然后呢 分解 分解成运算代码 还分解成什么 分解成暂存器代号 指令格式里面 往往会有暂存器的栏位 我要把它分解出来 像RA RB RC 这些暂存器的栏位 分解出来 接下来呢 还会有一些长数栏位 这些长数栏位 有些只是代表 就是说左移右移的位元素 有一些代表是 某个 某个 记忆体位置 记忆体位置可能会是有相对位置 和绝对位置 OK 所以记忆体位置栏 如果对于载入储存的话 通常是16个位元 如果是对于跳跃的话 可能也会有24个位元 OK 这是位置栏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我们就执行了 执行的时候 做什么事呢 就不一定 要看你到底执行什么指令 如果你今天执行的是加法 那你就要做加法的动作 如果你今天执行的是载入 那你就要把 就是要把对应的 抓出来的 抓出来的 这个资料呢 放到某个暂存器里面的载入 如果储存的话 就把暂存器 丢回某个记忆体 叫储存 所以 执行的阶段 它的动作 根据指令的类型 有所不同 那如果是ADD R1 R2 R1 那其实它要做的动作就是 R2 和R1 加起来 放到R1 看起来其实很简单 所以它所要对应的执行动作 重点是最后这一栏 最后这一栏 这一栏呢 以载入而言 它要把 它要把 记忆体的 RB 加C16 的这个 位置 的记忆体内容 取四个byte出来 取四个byte出来 然后呢 放到 RA里面 放到 暂存器 RA里面 那如果是储存的话呢 它是要把暂存器 把暂存器 的内容呢 塞到 记忆体这个位置里面 总共是四个byte 那如果是加法呢 就把暂存器 两个相加 然后放到 第一个 目标暂存器里面 那如果是跳跃的话呢 我们呢 就是把 把 程式计数器 加上 跳跃的那个 相对位移 这个相对位移 可能有附的 那它就可以往前跳 如果是正的 它会往后跳 那 大概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 我们就可以 开始来写程式 那但是呢 因为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刚好 刚好把 解说讲完 那休息一下 你可以 事先看 你也可以事先 执行那个程式 也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你可以直接 把这个东西 复制贴上 你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我们下一堂课 再来说明 怎么样执行 怎么样子 它每一行 到底是什么意义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